Chao a tutti, benvenuti al corso della lingua italiana 欢迎大家来到互相网校的意大利语课堂 Chao同学们,大家好呀 那今天呢,是我们第五单元的最后一课啦 我们按照惯例呢,今天是要来复习一些表达方式的 那么在第五单元当中啊 我们主要讲的是一个天气的表达 大家应该都记得那些最基本的天气表达吧 比如,今天天气怎么样 那今天天气好,发 bel tempo 天气不好,发 brutto tempo 今天天气热,发 caldo 天冷,发 freddo 诶,有同学说老师你可以别说了吗 这个你都说了好几遍了 好好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不来炒冷饭了 今天我们来稍微讲一点新的 之前呢,我们讲过温度上升下降 温度这个词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呀 就是temperatura 这个温度怎么样,应该怎么问呢 come la temperatura 或者 quanti gradi ci sono 这里gradi单数,grado 意思呢,就是度 那么我怎么来回答这两句问句呢 我们可以说 ci sono sei gradi sotto zero 那么这一个回答 我们就用 ci sono 加上数字 加上gradi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 ci sono sei gradi sotto zero 的意思就是现在是零下六度 好,零下六度是不是很冷啊 那么在意大利语当中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习惯用法就是 fa un fredo gane 就是冷得像狗一样啊 当然不是冷得像狗一样 就是指很冷啊 那么我们说 oggi fa un fredo gane ci sono sei gradi sotto zero 那如果我们想说 明天的最高气温是三十度 我们可以这样回答 le temperature massime sono treinta gradi massime 单数massimo 意思就是最高的最大的 所以说le temperature massime 就是指最高温度 sono treinta gradi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气温学会了之后呢 加上我们之前学过天气表达方式 相信再难的天气一报同学们 也应该会说了吧 那么我们来翻译一下下面这段小对话吧 对话的两个人呢 一个叫lucia 另外一个叫Emma 我们先来看 Emma问lucia说 嗨 Lucia 你的圣诞假期怎么样呢 那么圣诞假期我们之前说过 是不是有一个叫白色的一周的说法 所以你的圣诞假期 我们就可以说 la dua settimana bianca 那什么什么怎么样 我们怎么问呢 我们用现代识问的话 就是gome va 对不对 那么这里是讲过去的事情啦 所以我们把va变成 进过句实 也就是 e andato 那么这里主语是 la dua settimana bianca 是音信 所以说 我们要把va变成 e andata 好 那么再加上一个疑问词 怎么 就是gome 所以 gome e andata la dua settimana bianca 好 那么这个嗨 Lucia 我们就说 chao Lucia就可以了 所以说第一句话 chao Lucia gome e andata la dua settimana bianca Lucia回答说 太好了 我刚刚回来 太好了 我们就可以说 benissimo 或者 e andata benissimo 完整一点的回答 那么 我刚刚回来 回来我们用动词 dornare 那么刚刚这个副词是 abena 那我刚刚回来 就是sono abena tornata 好 我们看下面 他又说 我很幸运 天气很好 而且有很多雪 为什么他说 有很多雪就是幸运 大家别忘了 他是去山上过的节 所以我们说 la settimana bianca 那当然是 要有很多很多的雪 才能更bianca 对不对 所以说他说 有很多雪 就是很幸运了 那么我们来看 我很幸运 就是sono stata fortunata 我们又进过去时 后面天气很好 有很多雪 我们就可以连在一起说 首先我们先说 有一个好天气 用现代时说 就是che bel tempo 那么 如果用进过去时 那么就是 che stato bel tempo 好 还有很多雪 雪是neve 那很多就是danda 这里neve 是个音信名词 别忘了 所以说 连起来 che stato bel tempo e tanta neve 好 后面他又说了一句 你在海边的假期 怎么样呢 那这里 你在海边的假期 就是la tua vacanza al mare 那怎么样 我们刚刚用了 come va 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come e 那么把come e 变成进过去时 就是come estata 因为这里 还是一个音信名词 va canza 对不对 所以 era tua vacanza al mare come estata 后面回答的人说 相反 我很倒霉呀 这个倒霉 前面我们讲的 姓名是fortunato 那么不幸的 还记不记得呢 是在前面 加个s 所以是sfortunata 所以说这句话 invece io sono stata sfortunata 好 后面 我们是在雨中 抵达的 然后雨又继续下了 三天 那么我们抵达 这个抵达动词 是arivare 在雨中 那么雨是la pioggia 这是它的名词 那么在雨中 我们就用soto la pioggia 因为雨是下下来的嘛 所以我们在雨下面 所以是soto la pioggia 好 那么我们是在雨中抵达的 我们怎么说呢 用进过句实 就是siamo arrivati soto la pioggia 好 后面 雨又继续下了三天 这个继续做模式 我们说过来是continuare a fare qualcosa 对不对 那么继续下雨 就是continuare a piogvere 又下了三天 我们讲过课文里面 per altri tre giorni 这个大家应该都记得吧 那么 这里我们用进过句实 最主要的动词是 continuare 所以我们把continuare 变成进过句实 就是a continuato 那这里为什么用a 变位呢 因为我们说过了 天气 il tempo 它是一个第三人称单数嘛 所以说 我们的变位 跟着第三人称单数的变位来变 好 所以说这句话连起来 siamo arrivati sotto la pioggia ed ha continuato a piovere per altri tre giorni 好 接下来 还有强雷阵雨 打雷和闪电 那么打雷和闪电 今天这两次我没学过 看下括号里面写了 lampo是闪电 duono是打雷 这两个都是名词 那么他们都是有复数的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还有强雷阵雨 有我们用chisono 然后还有 我们就可以说也有 对不对 加一个副字 ange 那么变成进过去实 就是chisono stati ange 什么呢 强雷阵雨 雷阵雨是temporale 那么强的 这个形容词是forte 所以强雷阵雨就是forti temporale 好 还有雷和闪电 那么打雷和闪电 总是伴随着雷阵雨 一起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加上一个 表示伴随的前置词 con 那么加上复数的 雷和闪电 就是lampi e tuoni 好 整句话连起来 chisono stati ange forti temporali conlampi e tuoni 好 后面 就这样还没完呢 没完 我们这个动词用finire 那指的是事情没完 所以如果用到进过去时 主动词应该用essere 所以说这件事情没完 就是none finita 我们这里用finita 因为讲的是这个语还没完 那么就这样还没完 我们就可以说none finita qui 到这里为止 到现在还没完 那接下来 鲁齐亚问了 她说后来发生什么事了呢 这句话很简单吧 大家应该自己能说了 马上就说出来了 就是 后来又发生什么事 那Emma回答说 下了几天雨之后 开始刮墙风 海上浪非常大 那么下了几天雨 我们就可以说 在几天的雨之后 对不对 那么雨天我们怎么说呢 就是有雨的天气 那么在几个雨天之后 就是 开始刮墙风 这个开始做某事 我们可以用 Cominciare a far cosa 或者 Iniciare a far qualcosa 那么刮风 刮风是 Tirare un vento 或者 Tirare vento 一个很强的风 这个强 我们刚讲过是 Forte 那么要说很强 要带有个人感情色彩 我们会用上一个 绝对最高级 就是 Issimo 对不对 那么很强的风 我们就可以说是 Un fortissimo vento 所以说 开始刮很强的风 我们就是 Iniciare a tirare Un fortissimo vento 好 那整句话连起来 就是 Dopo i giorni Di pioggia Ha iniciato A tirare Un fortissimo vento 好 后面 海上浪非常大 这个浪大的形容词 我们用的是 Moso 那么说海浪很大 我们就可以说 Il mare E mozo 好 那么我们整句话 海上浪非常大 就是 Il mare estato Morto Moso 后面他说 我们都没能下海游个泳 那在海里游泳呢 我们说 Fare un baño 那这里 Bagno 就是我们讲过 那个洗手间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在海里游泳 我们就叫 Fare un baño 好 那么我们没有能游泳 这个能够做某事 用在进过去时里面 大家还记得怎么用吧 就是 Non habiamo potuto Fare un baño 好 接下来 Lucia说了 说 亲爱的Emma 你们在出发之前 没有听天气预报吗 那么 亲爱的Emma 就是 Macara Emma 在出发之前 我们学过了 在什么什么之前 是prima di 出发之前 就是prima di partire 你们没有听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的 记得吧 是 Le previsioni del tempo 那么你们没有听天气预报 就是 Non avete ascoltato Le previsioni del tempo 好 那么成句话连起来 Macara Emma Prima di partire 你怎么看 这个你怎么看 我们怎么说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呀 应该是 Qui ne dice di fare qualcosa 那么去别的什么地方 就是andare da qualche parte 好 那下个周末是 il próximo fine settimana 好 那么我们把整句话连起来 就是 Senti Carlo Qui ne dice di andare da qualche parte il prossimo il prossimo fine settimana 这个我们课文里面有原句啊 这个我们课文里面有原句啊 那么这里真的是一个副词 我们用veramente 好 后面去海边 我们讲过的是andare al mare 那么amalfi海岸的海边 就是andare al mare ad amalfi 好 那么把pre notare和andare连起来 我们用一个per 因为是预定好了 为了去海边的这个所有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这里用per 好 整句话连起来 be i yo veramente ho ya prenotato per andare al mare ad amalfi 接下来下没句 好一个惊喜啊 真是一个极好的主意啊 你已经看了一眼天气预报吗 那么好一个惊喜啊 我们说过了 就是que sorpresa 或者que be la sorpresa 那么真是一个极好的主意 这个极好的 我们用meravilloso这个词 大家应该还记得啊 那么一个好主意 idea是一个阴性名词 所以说这真是一个极好的主意 就是e una idea meravillosa 后面看了一眼 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这里我们已经给出来一个occhiata occhiata是一个名词 就是一眼 那么它的动词和它搭配好的呢 就是这个dare 那么dare una guiata 这个同学们记一下这个词组 他们是搭配好的 千万不要把它们拆开哦 好 那么天气预报还记不记得呀 天气预报是previsione del tempo 那么一般呢 我们会用复述就是le previsione del tempo 好 那么你已经看了眼天气预报 我们就可以说 ai dato uno guiata alle previsione del tempo 后面一句 是的 一会儿之前在网上看的 这句话简单啊 是的就是see 一会儿之前 就是不久前啦 我们用boco fa就可以了 那么在网上我们就可以说in internet 所以说这句话 see poco fa in internet 好 后面 怎么样呢 那么问的就是天气怎么样了 我们直接说come sono就可以了 其实省略的就是come sono le previsione del tempo 那么我们只要直接说come sono就可以了 后面 我看起来不差呀 那么我看起来我们说过是mi sembra 这个sembrare大家要记得啊 就是看起来 那么看起来这个动词 它的宾语呢 就是mi 对于我来说 那么我们先记一下mi sembra 就是我看起来 好 后面 不差 不差是怎么说的呢 差是male 那不差就是nomale 好 连起来 nomale mi sembra 下面 预报说直到周日早上都有太阳 那么预报说就是le previsioni 后面说这个动词我们用dire 那么这里用dicono 直到今天早上都有太阳 那么直到我们用fino a 星期天早上是domenica martina 好 那么有太阳我们可以直接说 che il sole 那么我们这里用将来是更好一点啊 我们就用che sarà il sole 连起来 连起来这句话就是le previsioni dicono che ci sarà il sole fino a domenica martina 好 后面 然后呢 就是epoi 好吧 然后天气会差一点 这个好吧 我们还是用刚刚的be 天气会变差一点 变差我们这里这个动词学一下 是pejorare 所以天气变差就是il tempo pejora 那么一点哦 就是un po 好 那么整句话连起来 我们还有一个然后 大家记得加上去 就是be poi il tempo pejora un po 好后面 所以最好还是推迟吗 推迟我们用动词 rimandare 那么最好我们学一下 意大利语里面说 最好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就说emeyo 后面直接加动词原型就可以了 因为啊 其实它后面的动词原型是emeyo的主语 好 那么这句话 所以最好还是推迟吗 就是alora emeyo rimandare 好 后面 最后一句话 不啊 你开玩笑嘛 即使没有太阳 我们也能玩得很开心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不 你开玩笑嘛 这个简单 不就是mano 开玩笑 skerzare 那你开玩笑就是skerzi 后面 玩得很开心 这个玩呢 我们用动词 divertir si 这里这个动词 我们讲了好几遍 它叫自反动词 也就是一个divertir 这样正常动词 去掉a加上si 这样一个搭配 那么divertir si 就是它的动词原型 那它变位应该怎么变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i o mi giamo 这样的变位吗 我们看到啊 我们要把si提到前面 然后呢 把divertir 正常的变位 那么si提到前面 因为我们这里的主语是我们 所以啊si要变成chi 那么divertir 第一人称复数的变位 就是diverdiamo 所以啊divertir si 在第一人称复数的变位呢 就是chi diverdiamo 好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呢 要变成将来时应该怎样变呢 chi不变 divertiamo变成将来时 就是divertiremo 好那么这个chi divertiremo 我们掌握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也能玩得很开心 这个同样的也 我们用los teso 所以我们也能玩得很开心 就可以说chi divertiremo los teso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剩下来的一点 即使我们用ange se 没有太阳 我们前面说了 有太阳是chi sarà il sole 那没有太阳 就是nonchi sarà il sole 好连起来整句话就是 ange se nonchi sarà il sole chi divertiremo los teso 好两段对话完了之后 大家是不是玩心已经起来了呢 因为我们讲了好多 关于度假的事情 但是呢我们课还没有结束啊 所以大家先做个练习 然后我们再来玩好不好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 巩固一下吧 好说好要玩的 那么我们今天一国玩花童 就撑火车出去玩一玩 对前面我们在讲天气的时候 同学心里一定在嘀咕了 说我们第五课里面明明还讲了火车的一些用语嘛 为什么不复习啊 因为在一国玩花童里面啦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书上第八十一页这一段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里这样的一个搭配呢 就是表示既什么什么又什么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既什么又什么呢 单数是意思是短暂的 所以说啊这里想说的是既可以是短的也可以是长的 那么整支话的意思呢就是意大利人他们经常会撑火车旅行 无论距离的长短 好后面 这里呢句子当中有个E 那我们先看E前面的这一半句 La Rete Ferroviaria Rete是网络 Ferroviaria呢就是指铁路的 所以说这个La Rete Ferroviaria的意思呢就是指铁路网络 好后面 Copre tutto il territorio nazionale 这里Copre动词原型是Coprire意思是覆盖 后面Territorio nazionale呢指的就是国家领土 所以说啊整句话我们可以翻译成 意大利的铁路网络覆盖了全境 后面La Qualità dei Servizi Offerti E piuttosto alta Qualità呢就是指质量 什么东西的质量啊 Servizi Offerti Servizi单数是Servizio意思是服务 Offerti呢在这里是个形容词意思是提供的 所以说啊这里说La Qualità dei Servizi Offerti的意思就是提供的服务 怎么样呢 E piuttosto alta 这里呢Piuttosto就是相当的 alta高的 所以说呢提供的服务也相当的高 后面Existono treni e servizi per ogni exigenza 这里Existono动词原型是Existere 意思是存在 那么存在什么呢 主语在后面 Treni e servizi 就是火车和服务 什么样的火车和服务 看一下 Per ogni exigenza Exigenza的意思呢就是需要需求 所以 Oni exigenza的意思呢就是各种需求 好 那么整句话的意思就是 存在满足各种需求的火车和服务 接下来 Treni per il transporto locale 这里 Transporto呢就是指交通 Locale呢就是指地方的 当地的 那么这个 Treni per il transporto locale 包括哪些火车呢 看一下 il locale o regionale 那regionale的火车我们之前讲过了 基本上就是在大区里面 一个城市开到另外一个城市的火车 而locale呢就是在更小的区域当中活动的火车了 好看一下它怎么解释呢 colega piccolecita all'interno della stessa regione colega 动词原型 colegare 意思是连接 piccolecita 小城市 all'interno di 就是指在什么什么的内部 那么 la stessa regione stessa 相同的 regiones 大区 这个我们认识 所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locale和regionale的火车呢 连接的是相同大区内的小城市 接下来 Si ferma in tutte le stazioni 这里 Si ferma呢 指的就是 火车停站 那停哪里呢 tutte le stazioni 所有的站 后面 Offre posti diso la seconda clase Offre Offrire 动词原型 意思是提供 posti呢 就是posto 意思是座位 所以它提供什么的座位呢 看一下 Sola seconda clase 也就是 仅仅只有二等座的座位 好 后面 Ir di reto fa meno fermate del regionale 这里 meno di 意思是 比什么什么少 那么 少的是什么呢 少的就是fermate 更少的停站 这个fermate 代数是fermata 我们之前讲过了 然后 它和谁比啊 就是direto 和regionale 比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direto 比起regionale 来停更少的站 好 后面 interregionale 这里呢 我们看到 regionale 前面加了一个inter 那么意思就是 在大区之间的 那来看一下 它这里怎么解释呢 Infine colega città di regioni vicine efa ancora meno fermate Infine 就是最后了 colega città 就是连接城市 什么样的城市呢 di regioni vicine 就是 相邻大区的城市 好 后面 fa ancora meno fermate 这里 fa fermate 就是指停站 那么 ancora meno呢 就是指更少的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一段 L'Intercity il più moderno Intercity Plus 那么这里 它讲了两种车型 一种是Intercity 一种是Intercity Plus 他们呢 sono treni molto veloci 这句话好理解啊 是很快的火车 接下来 Cobrono tutto il territorio 意思就是 覆盖了全境 后面 Offrono un alto livello di comodità 这里 offrono 讲过了 offrire alto livello livello呢 就是指水平 水准的意思 那么 alto livello呢 就是指高水平的 什么呢 comodità comodità呢 是comodo的名词 意思呢 就是舒适度 所以说啊 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 舒适度 接下来 sifermano solo nelle principaricita 这里sifermano 就是指火车停站 停在什么地方呢 solo nelle principaricita principari 但是principari 意思是主要的 所以说啊 它只停主要的城市 好 后面 L'Eurostar e un treno molto moderno Eurostar呢 欧洲之心 是一种非常现代化的火车 后面 Offre al di standar di comfort 那么这里呢 它用了英语 为什么要用英语呢 是不是因为它高级了 所以要用英语 可能是这样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standard di comfort 这里英语跟意大利语连读 真是有点违和 那我们继续看 standard di comfort 意思就是指 舒适度的标准 跟前面的 li velo di comodita 是一个意思啦 后面还有 veloci da 就是速度 所以这里提供了 高水准的舒适度和速度 好 后面 viaggiando a 250kmh viaggiando 这里啊 它是一个分词 意思呢 是一种伴随着状态 所以呢 它其实就是 viaggiare变来的 那么 viaggiare的意思呢 就是旅行 那么在这里呢 讲的是火车运行 火车以一种 什么速度运行呢 就是 250kmh 每小时的速度运行 好 后面 colega le città più importante 那le città più importante 我们知道啦 是最重要的城市 所以说啊 欧洲之星连接的呢 是最重要的城市啦 后面接下去 offre anche servizi di restaurazione 那么这个 这个 restaurazione呢 就是指餐厅 餐车的意思 所以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它也提供餐车服务 后面 il billeto include la prenotazione del posto 那这个我们能理解啊 这个include 动词原型 是includere 意思是包括 所以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 座位的预定费 好 后面 in prima 就是在头等或者二等座 接下来 in bill chisono i treni ad alta velocita in bill呢 就是指此外 还有 那么 还有什么呢 treni ad alta velocita 就是指高速铁路了 那么怎么来解释呢 看一下 sono ancora bio rabidi rabidi 的单数呢 是rabi 意思是快 所以说啊 这个高速铁路呢 它就更快了 angorabio 跟我们刚刚讲过的 angorameno 这个angora 是一个意思 就是更加的 那么angorabio rabidi 就是更快了 后面还有一个形容词 lusozi lusozi 单数是lusozo 意思是奢侈的 奢华的 然后后面 obviamente cari obviamente tano 是明显的 cari 单数是caro 意思是昂贵的 所以说啊 这句话想说的是 除此之外呢 还有高速铁路 他们呢 更快 更奢华 显然呢 也更贵 好 后面 creati dal famoso designer jujaro creati 在这里呢 就是指被创造 被发明 那么由谁来发明呢呢 famoso designer 就是著名的 设计师 jujaro 好 后面 viaggiano sù alcune line ad odre trecento kilometri alora 这里呢 alcune line 就是指一些线路 odre 三百公里 每小时 这里 odre 就是超过 好 后面呢 继续看下去 colega le grande città in tempi molto previ 这个 ho le già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连接一些大城市 好 最后一段 existono molte agevolazioni per qui uza spesso 那existono 还存在什么呢 molte agevolazioni 这里的agevolazioni呢 意思就是方便 便利 所以呢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还存在着很多便利啊 给谁呢 ki uza spesso il treno 那些常常用火车的人 他们是谁呢 jovani 年轻人 anciani 老人 turisti 游客 scuole 学校 basageri de leurostar 欧洲之心的乘客 etc 等等 好 那么看完这篇课文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回答下面的三道问题 诶 注意有一道第四题 我们先留着 因为第四题属于左边的一段小文章 我们慢点再讲 先看一下第一题 perge gli italiani viaggiano spesso in treno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 意大利人经常乘坐火车 来我们来回想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在课文的哪里呢 是不是就是课文第二句呢 la rete ferroviaria italiana copre tutto il territorio nazionale e la qualità dei servizi oferti e piuttosto alta 对 就是这句话啦 因为意大利的铁路网络呢 覆盖了全境 然后提供了很好的服务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in goza di ferrisco no il regionale il direto e interregionale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in goza 这个goza呢 在这里是指什么 differisco no 动词原型是differire 意思是区别 所以说 他想问的是 regionale direto 和interregionale 这三种火车 在什么上面 有区别呢 其实应该就是 课文里面 讲这个三种火车 那一段 il locale o regionale colega piccole città all'interno della stessa regione si ferma in tutte le stazioni e ofre posti di sola segonda classe er direto 我们是后面一句 il direto fa meno fermate del regionale 最后 interregionale 是最后一句 colega città di regioni vicine e fa ancora meno fermate 对 就是这一段的内容呢 就是回答了 第二个问题啦 好 接下来 第三个问题 que differenze ci sono tra l'intercity e l'euro star 那 differenze 意思就是区别 单数是differenza 那么 in the city 和euro star 它们当中 又有什么区别呢 来我们来看 如果把诊断都读出来 那么都等于没有回答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l'intercity 是不是一种 非常快的火车 然后它也很舒服 而且它只停一些 主要的城市 而euro star 说了 是 更舒服 更快 然后只连接一些 最大的城市 所以说 我们来看 l'intercity e un treno veloce comodo que ferma solo nele principali chita invece l'euro star e piu moderno e veloce e collega solo le grandichita 好 那么这个三道问题 我们就先回答到这里 可能对同学们来说 要组织语句 还是有点困难 那么我们只需要理解这个意思 能找到原文当中 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句子 就可以了 那这节课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了 大家都发现了 其实我们要教的内容 都已经差不多了 那下节课 我们要干什么呢 除了这一篇 没讲的小课文之外 我们还有一点惊喜 要给大家哦 请大家期待啦 那同学们 ciao